大體的甲界,其實怎樣看這些政治事件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要求中立 當然,我上很多博士、碩士的過程 博士說人根本不可能是政治中立 但是學校就經常要求你這樣 我也覺得在學校的範圍裡面 政治中立不等於你不做判斷 而是一個合情合理 是說真話的判斷就不算影響中立的意願 有些人濫用得太厲害 是呀,完全沒有立場,又說自己是中立 是呀,很濫的 是呀,我原想不到你怎樣中立 是呀,其實這些我比較壞 我覺得是縮頭五歸 是呀,你沒有立場就說自己是中立 我覺得這件事是否很離譜 沒有理由每樣事都中立 是呀 等於六四事件,可能你還小了 六四事件一爆發出來的時候 正常的老師都上街了 是呀 那時會不會講政治中立?不會的 是呀,因為死人 是呀 其實現在是一樣的 你看到國民教育裡面的指引 就是最近三周年 反國民教育三周年 你明知道他正在做一些骯髒的事 這個在學校為什麼不可以講 是呀,因為我 其實我也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有同過我的大陸朋友講國民教育 他一開始以為國民教育是要認識國家的 他說,你看你連零波在哪裏都不知道 在哪裏都不知道 是,你快點學一下國民教育 但是我跟他說,其實國民教育不是這樣的 是一套歌公眾德的制度 其實他說,他很明白的 因為他們小時候的政治課 就跟他們說 我們的國家是有黨才有國 就不像國家一樣 這個才是最大敵地 所以我說,但是香港政府要騙我們 說是黨國分開的 我說神經病 他都罵我政府自信 他說,我們小時候學的教育就是 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 我們是先有黨才有國 肯定是有黨才有國 因為你看這支國旗就知道 我不是跟他說,我哪有這樣的 我說你的國旗很離譜 我說中間有一粒大聲叫共產黨 共產黨倒了 就是中國沒有了 是呀,齊之旗不能用的 要設計那支國旗 我說,這個不是我國 這個是你的國 不是我的國家 其實由設計那個國旗開始 我們都已經看到共產黨是想著永垂不納 是呀 是呀 你誰知道國旗是在那個黨上去 是呀,那個習政黨上去 美國你夠膽死 放民主黨那個 那個標誌下去的國旗 你不被人罵死 人家共和黨那些殺了你 是呀,你不要說英國 你常常放在石頭和章上去都沒有人說 是呀,所以真的是 我覺得也是很離譜的 還有聽過他們說 他們有功德 即是叫做公民課 他們那些叫做精神課 但是那些精神課 一定不是教你什麼 撿垃圾 就是看到街上有垃圾 就是不是公民教 不是呀,那些是教你怎樣做一個好公民 要擁護黨擁護國 這國是用的 對呀,我相信 其實我明白的擁護國家 但我不明白的 要擁護共產黨 關於什麼事呢 對呀 因為共產黨就是國 對呀,他們就是這樣說 現在其實是這樣分的 對呀 不能爭辯 我真的覺得 對呀 因為自己中國始終是一黨專政 對呀 你這件事行不了 你叫香港人 即是活慣在自由裡面 對呀 其實將來都 都 你們這一代都很恐怖 因為 你聽說 他一樣是會遺棄你 曾德成 現在被人遺棄你 對呀 即是 他真的為共產黨這個理念 我不是幫曾德成 他真的為了共產黨去坐牢 他覺得這個是理想的 那現在 他就是利用了你 看毛紙巾用一門即棄 對呀 紙巾用一門即棄 你反他 他就用暴力去鎮壓你 對呀 所以其實 那個軍事權力 在共產黨手上 其實真的幾個偽負 你看看六八九 現在他都完全都不 對呀 你民意這樣 他偏向行傷害 對呀 他走得好 你講真 每個人都不喜歡劉剛環 你不要跟我說不知道 對呀 你落選的 我們去那裡開香檳 對呀 你去開那個同學聯開會 我們全世界都不罵林鄭 我只是罵你一個劉剛環 對呀 你想想他一個人民生活中 是怎樣的印象 他都敢升他做政局長 對呀 他明是跟你打他台 對呀 對呀 真的覺得這個特首很離譜 他除了特首之外 其實黨人大的決定員 一步都不肯退讓 對呀 都是共產的特色 我說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要聽話 就算錯我都是沒有錯的 對呀 不過很多父母都是這樣 對呀 很多父母教兒子都是這樣 對呀 不能挑戰 對呀 所以小孩子去到中學 就反叛了 嗯 就是開始會覺得 就是爸爸媽媽 不是一定適合的 還有我想問一件事 你覺不覺得現在的教育制度 是培養著 那些人去服從 去跟從 多於說好像外國那樣 是真的 夠膽提出問題的 去舉手的 你覺不覺得 香港教育是這樣的 是 因為我教小學 其實你問我 就不是的 就是有些老師 我覺得好看那個老師 本身的性格 就是 現在年輕生一代的老師 其實他們都很 和學生都很互動 但是最可惜就是 我剛才也跟林依依說 這些這麼優質的 的年輕的老師 他這麼有衝勁 他帶了一個新的氣象 來到學校 但是永遠都是合約制 兩年又換了去 但是他們帶了一些方法來 都會刺激到 即是舊的老師 有些人覺得 這樣真是好 舊的老師 通常最缺乏是 自己的新思維 新的來兩年 帶了新思維 差點那句 就拿著別人的好處 就一腳踢走去 我自己看 現在 無論是通識教育 又或者是小學 上色科 上色科 中文科 上色科 中文科 都是比學生 多些發現的 但是 不是每一間都是這樣 還有 看那個老師 能不能夠很紮實 一件事 就是 你給學生 有一個不同角度的思考 有些老師做不到 試過 即是說 爭論 我的身份 當然是香港人 還是中國人 有老師說 回歸了當然是中國人 你聽很多 老師的想法 變成不讓學生選擇 但我們 譬如我一開放的老師 我們就不知小孩子選擇 你說你自己是香港人 為什麼 你說自己是中國人 為什麼 有些人說 我是中國香港 為什麼 你容許這三個答案都出現 而他有合理的理由 你不可以有自己個人的疑惑 有些他經常說 我覺得我是中國人 因為我大陸出生 他沒有錯 我們都要接納 即是這些香港人 其實就要看到一個老師 對 我記得 我比較 很有印象的一堂 通識堂 就是我們的MISS 因為當時 方科 講香港的政治發展 講到97大限 他就帶出了一件事 他就說 若果你是當時的香港人 你會選 回歸中國 還是留在英國 還是留在英國 突然間有個同學舉手 他就說 我覺得應該要獨立 那MISS就寫了港獨出來 真的大家討論 那MISS做得很好 MISS說了一句說話 他問的問題 正正就是他當時想的問題 即是他都不明白 1984年的時候 香港人不可以談獨立 一定要這樣被人犧牲了 我們那一堂就說這三件事 我覺得有意義的 因為說真的 在香港 尤其是很多人 有那種叫做 中國人的略根性 啊 獨立不行 是啊 所以說看那個老師 如果有些老師 傳統他入了腦 就是 是啊 那麼 背叛國家 天覆國家組 是啊 又或者 啊獨立做不到 你不要妄想 是啊 即加了自己的 是啊 那些Bias 是啊 所以做老師 能夠做到平衡 其實你問我 我都覺得是不容易的 是難的 尤其是有時聽到這些小孩子 就是他都有一些事情 是表達了錯的 譬如說 譬如說 嗯 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 都合理啊 嗯 中學生都去嗎 有沒有搞錯啊 真的有學生說的 OK 那麼我聽完之後 其實我心不舒服 但我會明白 因為他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啊 他這麼小時候說 是啊 他小學而已 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我都容許 即是心不舒服也好 我都容許他 嗯 他要這樣說 中學是否適合呢 我們又要再想一下 嗯 怎樣為之適合 怎樣為之不適合 說真的 辯論也要很久 是啊 是啊 所以 做老師能夠平衡這些言論 其實都珍貴 嗯 這些是學生的言論自由 對 還有小孩子說出來的說話 我覺得是 嗯 是很飄華的 即是他真的 真的想說什麼就說 他不會像大人想過才說 是啊 即是我覺得很珍貴 還有剛才我聽你說 我都覺得 我想回一個都幾 都幾 我覺得幾不開心的故事 是的 就是我的英文老師來的 嗯 那麼他就 走了了 他說他是一個都幾passionate 嗯 很有幹勁的老師來的 但是他在我們學校間之後 他就回到英國了 我也在香港 是啊 他說他不是在香港教 他說在香港不是做教育的 他說在香港是做admin 做admin 對 然後在香港 他說 整個人都不好啊 他說那些同事相處也不好 他說可能做得多一點 那些人就說 哇真的做那麼多啊 駁出衝啊你這樣 是啊 是啊 但是校長叫那些無謂的admin 就是一定 對 就給他做了 校長和科技主任就給他做了 你做的事嘛 是啊 所以我每次都說 他說在香港真的沒有前途 他都說 他都看不到一些學生的前途 對 他說是 但是就 我自己這樣想 很多人都有叫過我走 嗯 就算自己的朋友都覺得 哎你留在那裡 不好意思 就是這麼多豺狼 那譬如放棄啦 嗯 就是兩體 沒有說對還是錯 我以前 影響得很深 那個老師呢 都是好像你這樣 他就混血兒來的 嗯 他教了一年 頂不順了 就走了 因為我讀那間是修女學校 哦 就很嚴謹的 他就負責教排球班 那你知道 教排球要穿排球褲 那條排球褲很短的 嗯 就被修女罵 就是說他做什麼大頭 不穿學校的PE衣褲 就是學校PE衣褲 就是長一點 就穿正統的排球褲 這麼短的 那他就很不開心 他覺得很傳統 其實我覺得現在學校 又沒有運動 就是運動方式 隨便便 又經常被人看著 就是他就說 所以他走了 其實我那時候感覺到 好老師走了 其實最蝕第一是誰呢 學生 學生 對 就是後來我再在中四 遇到那個老師教數學 又是很好 又走了 就是我自己那時候就 好體會到 其實他們兩個走 我都不捨得 因為我很想讓他們教 但是因為他們走了 變了好的老師留下來的 很多 成績會差 對 成績會差 對 始終有些人 我們讀一些詩歌都讀過 有志不能生 對 其實我也明白那種感覺 所以留在那裏 和不留在那裏 是很難選擇 我現在就選擇留在那裏 就是很多人說 不如走吧 變態 就是這麼多人公公 你這麼變態 但是你走了就中正去 那麼多圈套 對 圈套 但是很辛苦 我又想問你一件事 究竟是甚麼 鼓勵了你留下來的 其實情緒會有波動的 一定有的 即是不開心 或者在身體上 有些病 都真的有壓力病 會出來的 唯一就是 那些學生 其實他們很可愛 他們不會捲入這些風波裏 就算他很不喜歡我 也是他受家長的影響 整體來說 大部分 我想九成的小孩 都是 只要你搞得好 他就不會生氣 所以他知道 其實你想想 那些學生 一定會知道我發生的事 是的 他們可能開學 都會對你有些成見 但是學生很單純 你搞得好 你跟他關係好 又或者你都會 跟他解釋 為什麼自己的老師會這樣做 他們是明示你的 我反而覺得小孩子是明示你的 是的 但是大人反而不明白 是的 偏見 偏見 行政 校育 所以小孩子是第一個動力 第二個就是 支持我的人 支持我的人 我有時在學校 覺得很孤單 沒有人陪我 沒有人支持我 有些同事都很貴事麻煩 不會 他們覺得我太困境了 他們說 他們經常都覺得太困境 太困境是很辛苦 是的 太困境是很辛苦 但是出來見到一些教授 自己的老師 大學的老師教過我 那些老師很幫助我 那我就變成了 我倒轉了 我是一個學生 我的老師很支持我 我繼續做老師 那 都會是 他們都是我一個 留下的一個 就是重要因素 對 因為其實 中國本身 因為古代 都是有很多 道德的東西 值得保留 但是大家不知道 能否留意到 其實是共產黨 將他們的一手破壞 是的 譬如這些戲節 風骨 我以前的中文老師 或者我之前的老師 他真的有